我先提示一下,请输入1到10的数字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4,按Enter 它会提示我,这个数字太小了 太小的话就输入大一点,比如说输入8 Enter一下,太大了 然后就是这样的方式,最后输入6 Enter,这地方就答对了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Sample 它一定要符合某个条件,才会跳离 就是说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它就会进到回圈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进入到回圈之后的话 这边就一个判断,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大概这个地方第一个也是一样,前面先输入一个值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后面可以用File或者DoFile 那File跟DoFile两个最大的差别 我想前面各位在Java课程里面有提到 就是一个是先判断 File是怎么样呢?先判断条件,再去执行程式 那Do的话是怎么样?先执行程式,再判断 所以这两者是最大的差别 是一个是先判断再执行 一个是先执行再判断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先做一个判断 那后面给它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这个Lamper它不等于6的话 那就进入这个回圈里面 条件成立 如果说我刚刚输入4的话 那它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它就会到这边判断 如果它大于6 大于6的话呢,那就跑这个,就是太大 如果反之的话呢 反之的话呢,这个地方ELCE 这边的话呢,加上一个ELCE 这边的话呢,判断说它如果大于6的话 那就太大 那并且这边给它一个提示 提示的话呢,请输入什么呢 也是一样,再继续跑 那反之的话呢,如果是小于6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在太小 那其实这边的话,如果ELCE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ELCE 这边的话也是应该OK 因为一定是两者嘛 一个是大于,一个是小于 那就把这个结果秀出来 那反之的话,当它等于什么 当它条件等于6的时候呢 那就跳出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各位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先判断 这个是先判断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度回圈的话 其实这个程式改度回圈 其实相当的容易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上面这个Wire把它剪下来 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刮斧的外面 Wire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呢 再加一个度 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先 先度,先进到回圈之后 再来做判断 那其实这样RUN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也是一样 因为反正我们一定会先RUN一次 再来做判断 所以基本上呢 你Do,Wire,或者Wire,Do 其实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这地方 那不过,顺便也把它改一下 因为你会想说 那1到10好了 这个数字如果每次都6的话 那这个游戏实在是太不好玩 因为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数字的话 那就不好玩 那所以你这地方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样呢 再用那个Math Math.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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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产生一个什么乱数 这个乱数的话呢 就是多少 你可以从1到10 产生一个乱数之后 然后呢 再让user去拆 再拆 当然最好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结果 如果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更好 比如说他对几次错几次 拆了几次之后 才拆到结果 如果可以把它记下来 那当然更好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